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双方熬战32个月 目前还看不到停战的迹象 长期的消耗战让俄乌双方都筋疲力竭 于是俄罗斯拖朝鲜下水 朝鲜派兵援俄 韩国美国和北约都证实朝鲜军队已经部署到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乌克兰情报机关24号表示 已在库尔斯克边界地区拍摄到首批朝鲜的士兵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没有否认朝鲜士兵在俄国境内的事情 并称如何执行与平壤的伙伴条约是莫斯科的事 美国国防部在10月28号表示 如果确定朝鲜加入俄罗斯的战争 华府将不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方面施加新的限制 北约秘书长马克里特在记者会上证实 朝鲜军队已经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这标志着朝鲜介入 让俄乌战争全面升级 吕特还说 已有超过60万俄国士兵在战争中伤亡 如果没有外国支持 普京无法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 招揽朝鲜士兵这项举措 是普京日益绝望的迹象 在记者会前 北约成员国的32名大使在布鲁塞尔听取了韩国高级代表提供的关于朝鲜士兵部署到俄罗斯的最新简报 我个人估计 如果朝鲜士兵确实加入对乌克兰的战斗 美国和北约将被迫进一步放宽对援助武器的使用限制 也会刺激欧美援助更多武器给乌克兰 不过 欧美直接派军队帮助乌克兰作战的可能性并不大 今年三月底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说过会单独出兵支援乌克兰 不过最终却没有了下文 当时我做了一个调查 有6000左右的网友参加 其中43%的网友认为马克龙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13%的人认为法国会派兵进入乌克兰 看到朝鲜派兵支援俄罗斯了 不知道马克龙有何感想 是否真的会派兵援武呢 德国是乌克兰第二大军事援助国 仅次于美国 不过明年援武的预算将减少到40亿欧元 而今年德国援武金额达到了80亿欧元 其他的援助将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来支付 同时德国也积极推动与乌克兰合作建设军工厂 以彻底解决乌克兰武器弹药短缺的问题 德国最大的军活企业蓝银金属 在乌克兰设立的第一家制造工厂已经投入运营 这家工厂从去年开始兴建 到现在终于投产了 今年年底以前 这个工厂将向乌克兰军队交付第一批大约10辆山猫步兵战车 蓝银金属首席执行官阿明帕佩格证实 蓝银金属正在乌克兰兴建四家制造工厂 用于生产各种类型的武器 第一家工厂主要生产和维修装甲车辆 第二和第三家工厂则是生产火药和弹药 正在建设之中 建成之后每年可以生产六位数的155毫米炮弹 正在筹建的第四家工厂将负责生产防空系统 如果蓝银金属这四家工厂都投产的话 将极大解决乌克兰武器弹药供应问题 欧美越来越倾向于乌克兰自己生产武器弹药 这比欧美国家直接援助武器更容易做到 而且使用上也没有限制 不过俄罗斯已经威胁这些工厂可能会受到俄军的远程打击 因此目前这些工厂都没有公布地址 早在德国政府同意军援乌克兰之前 蓝银金属就多次主动提出对乌克兰支援方案 而且也积极提供后续的弹药供应 蓝银金属将暴宜坦克整修升级后支援给乌克兰 还提供乌克兰猎豹防空炮车所使用的35毫米高炮弹 蓝银金属在乌克兰的低价工厂将在今年年底前交付首批10辆山猫战车 山猫战车是蓝银金属的旗舰产品 号称当代最先进的步兵战车 它具有两种主要的配置 轻型的KF-31和重型的KF-41 两者的差异主要在车体 KF-31于2016年首次亮相 更强大的KF-41则紧随其后在2018年推出 KF-31最大重量38吨 配备755匹马力的发动机 公路速度65公里每小时 乘员人数3名乘组员加6名步兵 KF-41则重44吨 最大武装重量高达50吨 由1140匹马力发动机提供动力 时速可达70公里每小时 车员人数3名乘组员加8名士兵 KF-41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的步兵战车了 它的装甲保护水平接近主战坦克 山猫战车为了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 重点放在了模块化、灵活性和先进的装甲防护 蓝银金属于2015年开始设计山猫战车的时候 德国陆军已经采用了美洲师步兵战车 因此山猫战车并不是为德国陆军所设计的 而是为竞争国际市场的 山猫一开始就朝着可以模块化更换车厢和武器 用车辆家族满足所有客户需求的目的而研制 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模块和客户需求 山猫战车的底盘可以根据不同买家的需求而进行变化 如果是只需要常规步兵战车的客户 可以选择车手右边为引擎室 左边为驾驶室 中后方为装载炮塔和人员舱的构型 如果需要革命性构型的客户 那可以向XM30专案的概念车取消最前方的驾驶室 让驾驶与车长两人在人员舱并列 共同通过符合式的数位化面板操作车辆 并与后方步兵保持在同一个空间内 便于沟通联络 不被敌方侦察探知是车辆保护的第一要件 而山猫在设计时就已经针对雷达和热像探测进行了优化处理 因此即便全车额外装备先进的主动防御系统 外观仍然十分简洁 轮廓线条分明 而且冷却器进气口在车尾左后 排气口在车尾右后的射击 可以降低敌人从正面 用热影像仪识别的几率 简洁的外观也有助于降低雷达反射面积 减少敌人雷达系统对山猫的有效侦测距离 如果敌人已经锁定山猫 并发射武器进行攻击 配备各种防御系统的山猫战车 能够大幅降低被武器命中的几率 在防御系统中最外全的是与激光和电光感测器 结合的快速隐蔽系统 一旦侦测到敌防武器系统锁定自己时 就会即时警告车主员威胁的方位 并在武器飞来时 自动对武器方向释放烟幕弹 大面积遮蔽电磁和电光讯号 令导弹寻标器或武器系统失去目标 如果敌防武器仍然没有受到干扰 或者是同时遭受多方位的攻击而无法回避时 那么AMAP ADS主动防御系统就会派上用场 这种防御系统就像外挂装甲一样 挂在底盘的两侧 全车共有30个反制系统模块 各自负责一个小型的扇区 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网 一旦系统侦测到导弹或炮弹进入拦截范围时 负责这个扇区的模块 就会启动击落来袭的武器 最后如果面对那些无法拦截的威胁 散播战车特别是KF-41 本身也有相当坚固的装甲和防御结构 除了护甲以外 为保护撑组员的安全 弹药与人员舱分开 最大限度的减少装甲破坏后造成的弹药迅爆 散播战车基础装甲能防御正面60度 500米距离外射来的30毫米翼稳脱壳穿甲弹 并能防御威力相当于10公斤TNT的爆裂物 在履带或底盘中央引爆 如果装上城镇站防御套件 就可以全方向防御爆炸成型弹丸 和绝大部分的2P级火箭弹弹头 车内还有防破片内衬 以降低车内衬员受伤概率 KF-41提供多种车型以满足各国陆军各种不同的需要 包括步兵战车型、侦察型、联合火力观测型 120毫米迫击炮车型、救护车型、指挥车型、训练车型 及防空车型等等 山猫步兵战斗车型配备了一座第二代枪弃兵炮塔 炮塔内搭载射手和车长 配备一门30毫米MK302ABM机炮 可以发射多种炮弹 并可以分成两条各备弹200发的供弹轨道 能够根据射手选择切换使用 如果有需要还能升级成35毫米机炮 在炮塔两侧 可以加装双连装以色列制长丁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或者是制空型弹药发射舱、电站套件夹舱等等 增添了任务的弹性 与俄制步兵战车普遍采用的 2A7230毫米机关炮相比 山猫战车采用的MK302型的威力更大 MK302发射30×173毫米弹药 而2A72发射的是30×165毫米弹药 MK302的装药量更多 威力也相应更大 MK302发射PMC287易稳脱壳穿甲弹时 炮口出速可以达到惊人的1405米每秒 而2A72发射一本脱壳穿甲弹时 炮口出速只有1110米每秒 2A72发射的一本脱壳穿甲弹 在1500米距离上的穿甲威力是25毫米 而MK302在2000米距离上的穿甲威力 仍然可以达到54毫米 在对地目标的有效射程上 2A7I是2000米 而MK302则有3000-4000米远远超过2A72 更值得一提的是 MK302装有炮口测速和隐信编程线圈 能够发射采用AHEAD技术的PMC308空爆弹 在打击低空飞行目标有生力量 反坦克武器隐蔽发射点时非常有效 这种编程弹药还可以打击轻装甲目标和主战坦克 破坏它们外部的光学观瞄设备通信天线等 使其部分甚至彻底失去战斗能力 这也是2A72机炮完全不具备的能力 另外沙漠战车还使用了新型的整体式橡胶履带 与目前战车使用的分段式双销挂胶金属履带相比 整体式橡胶履带具有几个方面的优势 一个是重量更轻 只有金属履带的一半左右 二是噪音和振动幅度大幅下降 既可以延长车载电光系统和弹药的使用寿命 还能够降低乘员的疲劳度 三是减少了行进阻力 进而降低了燃油消耗和对路面的损伤 当然橡胶履带也有自身的缺陷 比如在锋利的岩石上行驶时容易被切断 遇到火焰时容易燃烧融化 维修时只能整体更换 而无法分段更换 因此 商坡战车会针对不同的作战训练环境 而选择安装整体式橡胶履带或者是金属履带 现在美国大选已经非常临近 各种迹象都指向了 川普很可能会再次入主白宫 而且共和党也可能会维持国会的多数 这样的话 明年美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态度 很可能会有重大的转变 川普的搭档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最近接受媒体专访时 提到台湾对美国非常重要 与台湾相比 乌克兰并不重要 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警训 川普政府很可能会寻求尽快结束俄乌战争 援助乌克兰第二大国 德国 明年9月也将举行大选 目前德国总统舒尔兹所属的红绿灯联盟 面临着越来越高的不满意度 很可能会下台 而又一联盟有望执政 这也会导致援武力度大减 我想普京也应该看到了美国和欧洲政坛的未来走向 他目前的战略就是拖自绝 只要能拖到明年 并一直保持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 俄国就可能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 因此他才希望朝鲜派兵来支援 可以填补俄军兵力不足的问题 维持在乌东战场的进攻力度 韩国当然对朝鲜出兵俄罗斯反应强烈 10月24号 韩国总统尹熙悦在与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 去行会谈时说 如果朝鲜派兵援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韩国不会坐视不管 韩国将分阶段根据形势需要 采取灵活方式援助乌克兰 不过韩国最后还是会看美国的态度 如果美国政府政策转向 韩国大概率也不会直接援助武器弹药给乌克兰 如果川普当选 从11月6号到他入主白宫为止 有两个半月的时间 那么在这两个半月时间里面 泽连斯基会不会使出全部力气 让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发动一场巨大的军事反击行动呢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请继续关注马克时工 咱们下期再见